各位企友大家好 我是嘉宏 今天要來看的是幾個關子的棋型 這幾個棋型都會和2-1有點關係 所以把它拿在一起講 接下來盤面上這三個棋型 請大家先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黑棋在各個局部 要怎麼樣去做收關 接下來進入討論 首先看到的是左上角這個棋型 這邊如果說黑棋很簡單的選擇班 那就被白棋給擋住了 這樣子黑棋可能就只能接回去 這樣子可以說是毫無所得的 那這邊黑棋如果說想要擋下去 跟白棋做攻殺顯然也是不行 白棋就提出去 那這邊的攻殺呢 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說前面這邊啊 白棋一擋住 黑棋就只能接回去 然後被白棋一吃 這樣子黑棋是沒有什麼所得的 那這邊可能有人就會想說 黑棋好像可以貼下來 這樣子白棋得收氣 那這時候黑棋就可以2-1夾進去 白棋不能衝下來 因為這樣子將會形成一個打結 那白棋不能選擇A位衝下來 因為會變成打結 所以說呢 白棋就只好選擇B位打吃 那這樣子就被黑棋給先手衝回去 這樣子黑棋所得是非常多 但是呢前面這個地方啊 白棋這個貼其實是一個失誤 在這裡白棋可以選擇2-1 喉一個 那這一喉呢 黑棋如果繼續收氣 白棋再緊氣 這樣子啊 這邊黑棋兩邊不入氣的情況下 黑棋的攻殺是不行的 那這樣子呢 黑棋在這個地方啊 就沒有辦法獲得他所想要的關子利益了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黑棋這個貼也不行 因為白棋有這個2-1喉的好手 那也就是說啊 黑棋正確的下法 應該是一開始就選擇這個C位拖進去 那這一拖的時候 白棋是沒有辦法吃下 因為黑棋這一貼啊 這局部的攻殺 將是會變成一個打劫 這樣子白棋不行 所以說呢 白棋就只好選擇B位吃回去 那就被黑棋給爬回去了 那這樣子走 雖然說局部是一個後手 但是呢 也是有效的把這個地方白棋的目數給破掉了 算是局部最好的一個收官下法 好 那麼再來看到右下角這個題目 黑棋要怎麼去做收官呢 這裡如果說 黑棋選擇簡單的地位一般做收器的話 那白棋如果還是這個簡單的景氣啊 那這一手是不好的 因為黑棋是可以拖進來 那這樣子走呢 黑棋就可以先手把這個地方白棋的目數給破掉了 那跟剛剛左上一樣 白棋這時候其實一樣是有一步2-1單喉的好棋 那這時候如果繼續收器 那也是變成一個經濟獨立的棋型啊 那黑棋一樣兩邊是不入棋 那在這邊黑棋攻殺是不行的 那這樣子黑棋就沒有辦法有效的破進來 把白棋的目數給破壞 那如果黑棋選擇一位班呢 那跟剛剛大同小異 白棋不會選擇簡單的景氣啊 還是有這部2-1單喉的好棋 那這樣子走呢 跟剛剛等於是還原了 黑棋一樣是破不進來 所以說在這個局部啊 黑棋一開始一樣是要選擇這個2-1直接拖進來 這個地方白棋就已經沒有辦法去做抵抗了 如果B位打吃呢 那很顯然就變成一個打劫了嘛 這樣子白棋損失慘重 白棋不行 所以說白棋在這裡呢 也是只好選擇簡單的景氣了 那就被黑棋給先手堵過 那這樣子黑棋還是能夠達到這個 先手把白棋的目數給破壞殆盡 這樣的一個目標了 那麼最後來看到右上角這個棋型 黑棋要怎麼去做收關 那這裡如果說黑棋選擇拖先呢 那麼白棋馬上有2-1拖進去 這樣子走 黑棋在這裡目數是蠻受傷的 那黑棋要怎麼樣去下 才能夠更好的防護 這邊白棋2-1加入這樣的問題呢 所以能想到這個G位打吃啊 顯然是不行的 這樣打呢 白棋可以反打這個 這樣子走 這邊就變成一個打劫了 這樣子黑棋顯然不行 那黑棋如果選擇這個H位 這個2-1猴一個會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黑棋選擇這個猴 局部他的目數是有多少 那這裡呢 白棋如果將來接完 再擠進去之後 這裡 黑棋裡面是必須得補一手的 這樣局部我們可以來數一下 黑棋總共是有1 2 3 4 5 6 7 8 總共是有8木棋 好 那如果黑棋選擇立在另一邊的2-1 就是這個I位 那局部目數是會有多少呢 我們可以來算一下 那在這裡 將來小關階段啊 白棋如果說是爬這個 那很明顯是一個後手 那相對的 黑棋這個打吃啊 在小關階段就是一個先手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這個打吃呢 算成是黑棋的權利 那這樣子局部他的目數就是有1 2 3 4 5 6 7 8 9 總共是有9木 那就比剛剛黑棋猴在另一邊的這個8木 要來的好一木棋 好所以說在右上角這個局部 黑棋就是應該立在這個地方 好那最後來回顧一下剛剛講過的東西 在左上角這個局部呢 黑棋這個貼啊 白棋有這個2-1 猴一個這樣的一個好棋 所以說呢 黑棋一開始就應該要直接C位這個拖進去 那白棋沒有辦法做反抗 這樣子會被黑棋給貼死 那所以白棋只能夠吃回去 那就被黑棋給爬回去了 這樣子黑棋在這個地方可以去搜刮白棋的目數 那在右下角呢 也是差不多一個棋形 黑棋如果簡單的收棋 不管說是斑 或者斑另外這個2-1的地方 都會被白棋給猴一個 這樣子局部黑棋攻殺不行 沒有辦法破壞白棋的目數 所以說呢 一樣是要一開始就直接拖在這個2-1的位置 好這樣子白棋只好回去收棋 那這樣子黑棋就可以先手 把這裡的目數給破壞 那在右上角這個地方呢 黑棋如果選擇這個H位猴一個 那這樣子局部會是虧一幕的 黑棋正確下法應該要立一個 好那麼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